玻璃市州政府贪污丑闻曝光 反贪会在昨日逮捕了6名男子 其中包括一位来自玻璃市州务大臣的儿子 据了解 被逮捕的6名嫌犯 年龄介于26岁至37岁 其中有2名是在波州大臣办公室 和州政府秘书署任职的公务员 还有4名是承包商 其中包括一位承包公司的持有者 及大臣的儿子 这些人在昨天被反贪会传招问话后 随即被逮捕 今天被送往嘉阳法庭 严压两天以协助调查 据称 这名大臣的儿子同时也是一党主席的女婿 根据消息 这6人涉嫌伪造文件和虚假申报修理 维护供应及服务费 涉及的项目时间跨越自2022年至今 估计总值达60万令吉 不成反贪会再收到投报后 援引2009年反贪污委员会法令第18条文 伪造申索展开了调查 查案官原定申请严扣7天 不过遭到代表律师莫哈默法德里反对 并指非重刑罪犯 不得被严压超过24小时 嘉阳法庭推示 阿纳罗扎纳最终批准反贪会 严压6名嫌犯2天 已继续进行调查 玻利市州务大臣莫哈默苏克里 随后也证实此事 并将贪污丑闻移交给反贪会调查 莫哈默苏克里 在周三下午波州议会结束后 接受媒体访问时 显得轻松自如 微笑着回应了媒体 对儿子涉案事件的询问 他表示 他已经听取了反贪会的消息 并决定让他们独立进行调查 尽管团结政府将于今晚正式公布 新谷毛州席补选的候选人名单 但媒体已经掌握了团结政府和国盟派出的候选人消息 据透露 房地部长尼可敏的新闻秘书彭小桃 被证实将代表团结政府上阵 新谷毛州席补选 在此之前 关于行动党可能派出的候选人传言不断 包括乌雪石议员沙尼巴 和数码部长戈宾兵兴的政治秘书曼迪兴等 方间也传出行动党将派出乌艺女将 乌雪石议员沙尼巴上阵 当时引起基层的反弹 然而 经过党领导层的深思熟虑和讨论 最终决定由彭小桃出战此次补选 现年31岁的彭小桃 于2017年加入行动党 以其出色的口才被支持者誉为乌霸女神 她曾在2018年 西蒙首次执政时担任 时任环境部长杨美盈的特别事务官 并在团结政府成立后 担任尼可敏的新闻秘书 据报道 彭小桃在去年雪州州选前 已被圈定为新骨毛的接班人之一 但基于选情考量 最终还是有礼技相守土 消息指出 国盟将派出土团党乌鲁雪兰娥区布袋主席 凯鲁阿扎里上阵新骨毛周席不选 据当今大马报道 国盟打破传统 决定派出土团党候选人 这意味着民政党推荐的候选人全部落选 消息指出 国盟此举旨在刺激巫义选民投票 并争取更多应议选票支持 新骨毛周席不选择 定在4月27日提名 5月11日投票 通讯部长法米 今天在记者会上拒绝透露团结政府 所委派的候选人消息 并表示候选人会在今晚公布 只要还未宣布 就还没有 候选人会在今晚9时30分或10时公布 另外 法米说 宏图坎海军基地直升机相撞事故的初步报告会在两周时间完成 而完整报告会在一个月时间出炉 他指出 今日的内阁会议也同意给予罹难者家属一些援助 而国防部长拿督斯里·莫哈默卡利诺丁稍后会做出宣布 除此之外 他指出 内阁今日没有讨论政府为1987年茅草行动道歉的建议 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日常贴文 却遭网民炮轰 根据贴文 张念群对火龙果过量食用可能带来的身体负担感到担忧 并询问网民需要跑多少公里才能消耗掉一颗火龙果 他称这是因为实习生从家乡Dankil带回的火龙果太好吃 导致他不小心一个人吃了一整粒 即实习生从家乡Dankil带回来的火龙果太好吃 我不小心一个人吃了一整粒 需要跑几公里才可以消耗一粒火龙果 在线等 然而 这条贴文却引发了网民的两极化观点 一些批评者指责张念群为关注更重要的名声和通货膨胀一提 却把时间浪费在琐事上 其中一位网民说 马来西亚是一个神奇的国家 现在我们的部长也变得神奇了 无言 另一位网民则调侃道 YB 什么时候承认同考 即 在线等 那么辛苦在投票前建立人民心中的信任 现在为何要自毁形象 要消耗卡路里不用跑几公里 只需要不停地大声呐喊 马上承认同考几小时就够了 然而 也有网民认为人民带一事 也应该有自己的个人休息时间 并在社交媒体上分享日常生活 这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 职业律师阿兹琳达认为 任何一方入禀法庭挑战特赦局特赦前首相纳吉的决定 都是不恰当的做法 并有损国家元首名誉 他也认为 国家元首是根据特赦局建议行事 特赦局秘书处因此有必要发文告做出说明 阿兹琳达接受马来西亚前封报访问时认为 纳吉已经接受审判 并按照正确的程序 获得适当的减刑 他说 联邦宪法限制了特赦和减刑的形式 而居家服刑在法律中 也有所规定和条件 否则特赦局不会就此做决定 居家服刑在法律中 有所规定和条件 如果这些条件不含阔在特赦局根据宪法第42条文的权力定义中 那怎么会出现这个问题 阿兹琳达认为 特赦局秘书处应该就纳吉获得居家服刑的争议 发布明确声明 他说 时任国家元首苏丹阿兜拉陛下 当时出任特赦局董事局主席 是根据董事局成员的建议行事 任何一方试图在特赦局的决定 与国家元首所谓的意图之间 制造冲突的行为 都可能最终损害陛下立场的独立性 陛下的名誉也会因各种指控而受到玷污 因为这个问题涉及国家利益和人民福祉 吉隆坡国际机场KLIA第一航站枪击案嫌犯 今日在地庭面对七项罪控 被告哈菲祖在聆听所有控状后 表示不认罪并要求展开审讯 法庭最终决定将被告延扣在双西茅诺监狱 并责定5月23日重新过堂 以进行案件管理集委任律师